这个是山木树 好多年不见这种山木树了 我们这里又开始有人种植了 大家好 我是农民营养师 你要养生 朋友们 你的家乡还有这种植物吗 你知道它的价值用途吗 用山木叶煮水 圈各有用 这里是知识点 别走开 我们接着往下看 在30多年以前 这种山木树在我们这里比较多 有的地方是整片山林 都是这种树 但是这种树生长比较慢 后来我们这里开始大媒介种植树 这种树就被人砍了 因为它没有树长得快 其实它的价值远远比树高 可以说山木树全程都是宝 就是现在它的售价也远远了高于树 据说每地方在1200元以上 朋友们你的家乡还能见到这种植物吗 沙木树又叫沙木 沙树 赤山 香山 赤山科 山木树 桥木 高达30米 胸径可达2.5到3米 供建筑 桥梁 造船 矿柱 物桩 电杆 家具及 纤维工业原料等用 它的抗风能力强 赖烟城 可做行道术 及营造防风林 同时具有较高的腰用价值 可好多人不知道 其实它的叶子在我们生活中也大有用途 好多朋友会说 这个叶子 我们把它晒干就拿来当柴火烧火做饭 是啊 小时候我们都会砍它的这个叶子 晒干烧火做饭 可你知道吗 用它的叶子煮水 还有好多的用途 我们不知道 今天我叫来给朋友们讲讲 它的叶子煮水有什么妙用 山木叶其内含有 纸杉醇和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化合物 用它的叶子煮水 然后含在口中熟口 对牙疼有帮助 也可以把这个山木叶子采回去后 用它来煮水泡脚 每天晚上坚持泡一段时间 对我们有些朋友 一到天气变化 腿脚就不舒服的朋友 有帮助 山木叶的架子用途还有很多 在这里就不一一介绍 我已经给大家整理在评论区了 大家可以到评论区去参考 也可以把你个人的经验来写在评论区 让更多的人来学习 关注 评论 点赞 转发收藏 具体的应用 请尊当地的专业人士指导运用 我是农民营养师 聊养生 大家可以关注我了解更多的养生知识 记得点赞 评论 转发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